好 哎呀 这都下班了还不回家呀 啊 我跟你们说 做人得做好人 好人有福啊 看见了吗 这下班路上捡了个钱包 这家伙大的 差点没把我扮死 不知道是谁丢的 一会儿还得回物业 这肯定是业主丢的钱包 媳妇 我回来了 我跟你说 你给我弄口饭吃 我得赶紧呢 还得回物业 我捡了个钱包 我洗个澡啊 不行我身上太脏 对了媳妇 我跟你说呀 这衣服 咱们给你洗衣机 得给我洗一下 明天我还得穿的 太脏了 对了媳妇 我跟你说 天太热了 我这脚啊 受不了了 家里有那种带眼 你都给我换个带眼 听着 听着 哎呀我的妈呀 我还以为吃了一成熟的大腰子呢 什么玩儿打腰子 人家特异化的 老公 今天家里没人 你想咋的 说你爱我 说你爱我 就当对米月说了 拉倒吧 还不如对腰子说 你回来 赵钢子 你不爱我啦 你看你干啥呀 你真是的 那你说 你爱我 爱我爱我爱我 哎呀 这咋还有个感叹号呢 赵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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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咋还喊出回音了呢 这是啊 赵钢子 在家吗 你咋的 你咋的有啥事啊 我找他拼了我 那赵钢子不能在家 谁能在啊 谁在我跟谁拼了 我跟他全家拼了我 都不在 全没了 那你是谁呀 我呀 那 我他家保姆 雇佣关系啊 对 雇佣十几年了 老保姆呗 我老 啊 行 你 给赵钢子 烧句话 烧啥话呀 说我跟他没话 那你让我烧啥呀 烧我这一场怒火 他们家赵钢子太欺负人了 不是拉我们家电闸去抬我车 今天翻着白眼 把我车骨骼锁了 啊 那你咋看见他 翻着白眼 把你车骨骼锁了呢 我猜的呀 后槽牙子的小气 肯定是翻着白眼 把我车骨骼锁上那样 啊 消消气 消消气啊 消消气 那啥他特别忙 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 哎呀 搞不好 晚上他都不回来 没事 姐带日用品了 我今天在这住了 我跟他死磕 哎 哎 我说啊 你把那个搓澡巾给我拿来呗 这不有活的吗 啊 哎 你把搓澡巾给我拿来 赵钢子的声音吧 那啥 我不是怕你俩打起来吗 他在后边洗澡呢 去 那干脆 你进来给我搓到后背吧 我够不着 你等会我给他戳到后背去啊 这都什么关系啊 保姆管戳背 我的妈呀 来来来 完事了 完事了 来 来 来 你坐吧 你离我远点 你这保姆当的不一样 啊 习惯了 十来年了 那就是说 你还挺忍辱负重的呗 我 这是不正经家庭 雇佣你这不正经保姆呗 你咋说话呢你呀 我咋说话的 你咋说话的呀 我照样不在家 为啥说话的 这怎么回事啊 哎呀 哎呀 我的妈呀 你又来了 我拱着今天 你就得来我家闹来 站那 我跟你说 为啥锁你车 坐那 坐着也是这个话 为啥锁你家车 地上 刚刚 哎 你的个人情况呢 我已经完全掌握了 我啥情况你掌握了呀 你口味挺重啊 我是爱吃大葱 对 炖炖菜都吃 你就别说话啦 炖钢子我告诉你啊 你的个人爱好呢 我可以不妨碍 但是 姐今后在小区的所作所为 你必须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以后咱俩金水不犯河水 你听见呗 我咋觉得我啥事被他拿着了呢 他拿我啥来 行啦 别装了 我不都说了吗 你的秘密 我可以替你保密 不 等会 等会 我啥秘密 你替我保密啊 还非得让我说明 你说 洗澡 啥洗澡 戳 戳 哎呦我的妈呀 戳澡也算秘密啊 我全中国都有这个秘密 行行 都对啊 行 妈溜的 把我车开开行吗 车肯定给你开 但是我再次跟你说 你要是乱停车的话 以后还得锁你的车 不是 赵钢子你敬酒不吃 吃把酒是吧 啊 你在这跟我俩臭不药呢 是吧 什么臭不药 你信不信 我到物业一扒吧 你这身皮就得给我扒了 哎呀 咋的 你还要到物业告我去呀 这回你又告我啥呀 都是本地狐狸 你在这跟我俩装丢呢 你勾的人了 被我干净了 不是 你等会 等会 你说清楚了啊 我勾的谁了 我勾的谁 你说清楚 我 我 他 哦 我勾的他呀 那我是勾的了 我天天勾的他 我勾的他十几年了 我必须勾的他 我不勾的他他不高兴 是不 对 你俩在这一起臭不药呢 哎呀嘛 这叫臭不药啊 我今天给你来个完美的臭不药 看着啊 哎呦 太明不张胆了吗 这也啊 这还算明不张胆呢 我恶心 我告你俩去 我 等会 你这么告我不行 你没证据 来 你干啥 手机举起来 你拍个视频 这就当证据了 为了让你能够挺好车 我今天还就臭不要了 我爱你 赶紧捡起来 保一条 快点来 老公老公 继续说你爱我 快点 继续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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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 你叫他啥 老公 这是我老婆 俺俩两口子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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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俩两口子 哎呀 俺俩两口子 你气人不气人 有这么好笑吗 不是我跟你说 我控制不住我的情感 哈哈哈哈 哎呦 我受不了 你说的是他们家保谱 是 你刚才不进来说 跟我们全家 那过不去吗 我不是怕沾包吗 行 你家人厉害啊 我上一次来 全家合着火的调理我 这次俩人就把我给涮了 是不 我跟你说啊 不是我们涮你 是你自己涮你自己 你可拉倒吧 我跟你说 锁你车不是目的 那你目的是啥 是锁你的车 为啥锁你的车 你老乱停车 你知道吗 那我停哪呢 小区有停车位啊 你进停车场啊 他不让我进啊 你不交钱 能让你进吗 我没钱啊 没钱你买车 那不有停车位吗 我就买了辆车 有停车位你停啊 他不让我进啊 你不交钱 能让你进吗 我没钱呢 没钱你买车 他不让我进吗 你进啊 你没钱 你能让你进吗 那他不是有停车位 我就买了辆车 那他不让我进 没钱就有车呀 那我去量钱 你俩能不能 从停车位里蹦出来呀 行 赵刚子 行 我乱停车了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呢 我找不着你人 你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吗 上次拉你家电闸 找你就找不着 打电话你就不接 我今天打了你仨电话 你还是不接 你的陌生号码 我能接吗 你就不会把我的电话号码 存下来吗 现在什么社会上 还存电话 多老土啊 那你说咋不妥 加微信 加就加 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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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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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就是朋友了呗 就是朋友圈了 是不是 好 咱俩现在就按圈里的规矩来 行 你先晒一下你的想法 可以 亲 是这样的 小区就是咱们的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对不对 对家得爱好 你像你这样不遵守规矩 乱停车别人都出不去了 这家不就乱了套了吗 我是物业 我要不管的话是对你不负责 对业主不负责 对咱们整个小区不负责 句号 赞 我能不能回复一条 可以 我不是不想交停车费 我刚想去交 咔嚓钱包丢了